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团队成员都在深圳 然后还有新加坡 我们是从17年开始做这个crypto的投资 然后其实80%的portfolio说实话是在以太坊上 然后20%在这个波卡上 那今天可能在座大家可能更对这个波卡 这个生态投资更感兴趣 所以我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更多的是分享我们对波卡的看法和布局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基金就是在大概三年的时间 然后投了一百多个项目 然后大部分项目都是偏早期 就是在种子轮或者说A轮之前的一些项目 然后我们的逻辑就是去发现这种更好的一些团队 特别是在Porto它没有在正式上线之前 它没有正式这个parature没有正式run起来之前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项目它是没有这个tractions 那这个时候去判断一个项目 它可能更多的我们就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的团队的能力 对这个很简单 这个往下吧 对 然后可能前面这个嘉宾分享就是更多是说这个波卡 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必要性 那我这边也可能不太多去讲这个事情 我可能想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最近在观察 就是我最近在review 因为Gavin Wu是在17年底开始说web3这个事情 然后到现在大概也是三四年的时间 其实我最近在review一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就是Gavin Wu包括Polkadot substrate团队 所以他们在讲故事去做marketing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故事线是有一些变化的 就是有一些发展的 有点起程转合的意思 一开始Gavin Wu在18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web3的这个hack song 他讲的故事是说这个 他们要做一个bet fight for这个以太坊的这个一家独大 这个叫maximalism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要他们觉得blockchain的未来不是 不应该是以太坊一家这个一家公链 应该有很多家 那波卡就可以去fight for这个ethereum 那到了这个2019年到2020年 他们讲了一个更多的故事就是说 他们能够提供一个跨链这个事情 就是大家更熟知的故事就是跨链这个故事 就是打通所有的这个协议 那最近就是2020年到2021年 他们更多强调的是他这个异构区块链 或者说他是meta protocol 就是protocol of the protocol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不是在跟以太坊竞争了 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在所有public chain之下 他是一个原协议 他是兼容所有layer1协议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野心是非常的大的 他可能他不是想跟这个solana 他不是想跟这个avalanche 这些layer1去竞争 他想去承载所有的layer1 他想去做这么一个事情 对 所以所以往下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以太坊之后 然后其实从基本面来说 Polkodot的从他的社区 他的开发开发者的数量 然后从他的这个团队的开发实力 然后包括他们这个商业的这个更新 就是商业他们的创新性 就是他们去去做这个paratran这个事情 都是我觉得相对在其他的所有的 我们要比layer1的话 我觉得相对比其他layer1的基本面 是要更加的扎实的 对 然后这个可能就大家都很熟知 就是他们的这个架构 我就也不多说了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做了一个 因为区块链和区块链之间的这个数据结构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想的是这个区块链A 比方说以太坊 然后区块链B 比方说Solana 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数据结构 我们用一个传统互联网的 或者传统计算机的这个思维 去看他们的计算 去看他们这个数据 链和链的数据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要去做通信的时候 他就需要他们有一个consensus 就怎么样去沟通 怎么样去把这个数据给标准化 那波卡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做一套链和链之间communication 的一个通用性的一个协议 那他就是一个跨链的通信协议 就是他讲这个parachan 这个故事就是parachan 相当于就是他要承载各种各样的链 对 对这个就是这个他在能够 他在能够做到承载所有链的同时 就是他从他的链的 技术架构来说 就是其实他在2020年他还讲一个事情 他开始说自己是一个异构区块链 他开始说这个自己有点 其实他在区块链结构来说 他其实是跟这个ETH2.0 包括Near 他们做的是一个事情就是把它这个区块链的数据结构 做成这个分片结构 他就这样能够承载更大的这个TPS 以后他们最大的一个TPS的 就在理论理想情况下 如果承载很多个分片的情况下 其实分片就是parachan 在这个技术上来说 他们的理想的最大的这个TPS 可以到1 million 对 就是一百万的TPS 然后从他的生态来说 就是 这也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波卡的原因 就是他 他其实 不得不承认以太坊现在的生态 他的这个从数据 有这个专门统计这个开发者的这个 在Github上这个贡献 然后大概会在什么样的链上去 去递交他们的这个开发 然后包括一些生态项目 就是对这个开发者数量的统计 就可以看到其实以太坊 他还是有绝对地位的 那排行老二就是这个波卡 但是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 波卡他的这个生态 生态项目的数量 可以已经达到了400多个 就他在这个平行链 还没有完全run起来之前 就已经有400多个项目 在他这个波卡生态里面 在原生的这个波卡生态的项目 这个比相比于Solana 其他这种链 它Solana 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 OK,2021年 突然这个Alameda MultiCoin 这个 他们这帮人去 去用这个资本去堆起来的 一个生态不同 那波卡岛更像是一个原生的 这个 有机生长出来的 就是一个生态 对 就是更加自然 它的增长曲线 对,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前 两到三年 投的更多的是以太坊的一些项目 比方说我们 投了很多这个DeFi的项目 然后我们投了很多这个中间键的项目 那 可以看到就是 投资逻辑 运用在波卡上 其实逻辑是差不多的 波卡上现在 大概四百多个项目里面 我们最看好的还是这个 中间键 还有DeFi类的项目 就是我们可以 运用我们在 以太坊的一些 一些投资经验 放在这个波卡生态上 对 这个也是我们去年画的图 可能也比较久没更新了 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更加focus在 现在更加focus在一些技术类的协议 就是一些中间键层 因为在传统互联网里面 中间键它其实更多承载的 就是一个给这个 顶层的这个应用型的开发者 就是interface layer 当中的一些应用 就Depth 它们的开发者提供一些 开发便利的 那我们就会 可以运用一些 在传统的这个中间键投资 投资这个 中间键领域当中的投资这个 逻辑 可以放到这个区块链当中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点 就是可以找到一些overlap 找到一些相共性的地方 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比方说相同就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development 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 就是 OK Polkadot它做的就是一个substrate 它最伟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做这个substrate 这个substrate这个协议 能够让任何人很容易去发一条链 就像那个 19年这个Gavin Wood 18年Gavin Wood第一次这个 web3 hack song 他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当场拆了一个 苹果电脑 然后花了15分钟 就找一个人上来 就直接当场 就写出了一条链 就是它的这个写链的 这个应用 应用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写链之上 就是还是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方说怎么跑这个智能合约 对吧 比方说有一些 只懂这个以太坊开发 开发语言 这种solidity开发语言的 这个开发者 他要在波卡上去做开发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些 波卡的一些项目 就是原生的生态项目 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就做一些能够有利于 外界就是开发者去开发 智能合约的一些工具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这种中间建类的项目 对 另外一个比较 我们比较看好 就是data infrastructure 就是跟数据相关的一些 一些项目 那这个数据相关 可能说的比较 比较虚 但我们说的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说 比方说 在这个区块链上 有很多这个链上的数据 是透明的嘛 就onchain data 是非常透明的 但是对于开发来 开发者来说 去调用这些数据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这些数据 都是那种raw data 就是这种 比方说 从一笔交易在以太坊 一笔交易 它可能完成了之后 是这个raw data 是这个什么区块 什么 从哪个地址 到哪个地址 然后发生在什么时间 然后这些东西 是对于前端的一些开发者 他可能要写一个dex 他在前端 要调用一些数据的时候 他要去做一个 标准化的数据结构 他对他这个来说 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就有一些人 就是做一些 delta的索引 就是底层delta 就是onchain data 的索引服务 那这个在波卡上 也有类似的这种服务 服务商 对 在数据方面 也是比较看好的一个 戏份赛道 对 然后DeFi的话就是 往后吧 DeFi的话 其实 从high level来说 就是大概 我们也能把DeFi 就是波卡里面的DeFi 分成像什么借贷啊 然后这个dex啊 然后这个衍生品啊 这个 然后包括保险之类的 这个赛道 但是我觉得波卡 有意思的点就是 像阿卡拉这样的 这个团队 他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 DeFi的这个 细分赛道 好像都做了 他也做stablecoin 他也做稳定币 他也做借贷 然后他也做交易 然后感觉像是一个 产品矩阵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有一点不同 就是波卡他的 DeFi里面的龙头 已经可以 好像已经开始 看出来有一些 一些断腻了 就好像可以看出来 谁是龙头 谁是头部了 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我个人观点 就是对于 后来进来的一些开发者 这个这个 他们的竞争的空间 是相对来说 比较狭小的 这个 这个图里面 我其实想更多讲的是 这个 在这个波卡 这个DeFi生态里面 因为大部分我刚刚说 像什么借贷啊 然后 dex啊 这些其他 其实其他生态里面 其实都有相似的这些赛道 但我在波卡里面 看到一个比较 有意思的一个 细分赛道 就是DeFi和 传统金融的结合 那比方说 像这个Centrifuge 然后他就是做 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去把一些 传统这个 企业 他的 他的这个 account 就是他的这个收入 提前还没有 还没有进账的 这些收入 他给他做这个 NFT的这个 凭证 然后放在这个 这个链上 然后去 作为抵押物 去借贷 然后去提 去提高他的这个 资金的利用效率 对 这个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就DeFi里面 波卡 我觉得这个 和传统金融的结合 是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 一个限制方向 对 对 这个 没什么 可以讲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 我觉得可能 这也是这个 今天这个 Polka Wall 可能 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来宣传这个 Kusama 然后包括 可能 马上要上来的 这个 波卡的这个 平行链拍卖 这个活动 这个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 给这个事情 给 机构和 普通用户都会有机会 就因为他这个 Polka Wall 他在这个 平行链拍卖的时候 他是需要 项目方 就比方说 我刚刚提到 Centrifuge 然后他可能要抵押 一部分这个 比方说 在Polka Wall上 需要抵押一部分 这个Dots 然后去拍卖 这个PairChain 拍卖这个平行链 他如果拍卖中了 他才有去成为 这个 在平行链上去搭建 他的这个 积木的这个资格 那这个就是一个 需要用户提前 就需要项目方提前 去存一笔资金的 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 他就需要去 像这个 因为他自己没有 那么多Dots 他可能就会找这个 社区的一些 投资人 比方说像我们 那可能也会去找一些 他去发动一个 Crowd Loan 就是 这有点像众筹一样的 这个事情 然后 这个可能未来在交易所上 可能也能有 有接口 就是去找一些 普通的投资人 他如果你手上也有Dots 你可以去支持他这个 平行链卡槽拍卖 那如果他 把卡槽拍卖成功的话 他未来这个 Centrifuge 他的Native Token 就是他自己的Token 他可能会 作为奖励 就奖励给 他一定会作为奖励 奖励给用户 就如果他成功的话 但是他如果失败 就没有拍卖成功的话 你的资金会原路返回 就用户在没有损失的情况下 可以提供流动性 然后有机会去 拿到一些Native Token 对 这个也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图 可能也是 因为现在有400多个项目 就是波卡的成功 还是很庞大的 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一个图 对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投资的Portfolio 更多的就是我刚刚说了 更多是集中在这个 DeFi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中间间类的项目 比方说 对 比方说像Centrifuge 然后像这个Fala 是做这个隐私计算的 然后像InterLate 是做这个BTC 就是把这个BTC 给跨链跨到这个波卡上 然后ZenLink 大家肯定也知道 今天也邀请了他们的嘉宾过来 就是他是做DEX的 对 然后最后可能 稍微 稍微 稍微CX一下我们自己的 一个社区的贡献 就是 就是我们 今年在做两个事情 就是 跟投资没关系 就是 第一个是做这个 Kistarter 就是一个孵化器 那就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非常早的开发者 他可能拍脑袋 可能只有一个idea 他连一个demo都没有 但是他需要一笔 启动资金去创业 对吧 然后他就可以来找我们 这个我们也会按照正常的 这个像 有点像这个incubator的这个流程 然后去看看他们这个 我们能够帮助他什么 然后去给他发一些grants 对 然后在发grants之后 我们可能会 为他去联系一些我们的这些 一些优秀的一些行业资源 就是都是一些 在这个各自的细分领域 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 比方说创业的一些导师 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一些 项目方的这个创始人 或者说一些协会的一些零头人 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layer2 hexone 就我觉得layer2这个东西跟波卡不冲突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layer2更多的像是一个scaling的一个solutions 然后 Polkadot它也是承载了一个scaling的一个智能 在这个整个区块链的这个版图里面 因为它的TPS可以达到非常高 它是一个能够兼具安全和这个scaling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链 对 然后今年我们做了这个在上海 就刚刚八月份 刚结束 八月初 然后在上海跟这个trainlink他们做了一个layer2的hexone 就是大概有二十多个项目的这个开发者 然后来在现场录演 然后实际上去投项目的人可能不止那么多 对 可以看到这个姚琪 Parity的这个中国的负责人 这个姚琪老师也是来我们现场当这个 评委 他也是评委之一 对 就总的来说我们就是一个 不只做capital investment 然后也做很多这个社区 然后跟开发者相关的一个开发者友好的基金 对 就今天跟大家就分享那么多 感谢 感谢ray的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